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率团前往大陆的广州 进行农特产推介活动 受到了当地市场单位的热烈欢迎 更展现出了台东世家的魅力 而副县长张志明特别代表县长饶庆龄 败回了台东地区农会 感谢参访期间的大力协助 也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共同来行销台东的农特产品 副县长张志明与台东地区农会理事长香坦盛欢 聊聊大陆广州行所见所闻 也分享推介会的成果 大陆广州江南果菜市场 是输果教育规模最大的批发市场 也是台东行销世家的重要市场之一 此次广州行受到当地市场单位的热烈欢迎 让推介会十分成功 副县长张志明特别拜会台东地区农会 代表县长饶庆龄感谢之意 一颗可能要一两斤 那也要一斤两斤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 损耗蛮大的啦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他们习惯去抹市家 所以很多市家是被抹坏掉的 所以你在卖市家的人啊 你就要一句说 我今天我有十颗市家 我大概卖五颗 就等本情的利益 一人拿回来生下的审派跳来 就多久就成了这样 我参加官邸 也感谢官邸 官邸的属心就是说 他刚刚合作会 他就想要去抹市场 他怎么有机会去抹市场 不可能啦 他去抹市场 也不可能 带去抹市场 也不可能啦 这就是说 拜登所有的困难喔 官邸也好 副县长张志明常调 行销台东优质农产 需要大家一同携手合作 让更多人看见 展现台东的独特魅力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